平常是我們在吃的麵 都是用麵粉做的白色麵條 不過只為爸爸為了愛吃麵的女兒 用在地天然實在製造出冰粉的菜色麵 不然健康也非常好看 現在就帶觀眾朋友再會來了解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草莓麵好不好 好 然後第一步要幹嘛 因為我加了鹽巴進去了 第一步 來 接著我過一下 我再拿一下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用的麵粉 我叫刀火 對 台灣粉 它寫什麼 台灣麵小麥 台灣小麥100%嘛對不對 然後它不補鳥 沒有農藥 沒有除草劑 沒有化學肥料 它是友善環境種植的 對 這是我們台灣的麵粉 好 我們現在要加什麼東西 進去 它現在只有麵粉嗎 然後要加那個了 哪個 哪個啊 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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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麵粉而已啦 我們現在要加草莓進去囉 好熱烈 好多麵粉 好多麵粉 好的麵粉 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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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小朋友喜歡吃麵 然後那時候也有在上一些農業的課程 就是他說我們在地有一些友善的小農 然後他可能有一些殘 蔬果有一些產銷的問題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哥來做蔬果麵 這樣子 這是已經和好的麵絮 他一般我們做生鮮麵條的話 是和成麵糰嘛 對 然後做日曬麵條的話 就是他會是麵絮的狀態 因為他不能太黏 太黏的話就是麵會 日曬的麵條會做不出來這樣子 好我現在要把他倒進去囉 來來來來 在做麵以前 潘平岩先生也做過其他的工作 不過最後他還是課程 要為他最愛的家人 來學習專心的技能 然後後來因為小大牛愛吃麵 就開始自己嘗試做麵 反而好像找到一個可以安生立命的一個 一個技能啦 對 然後也是自己摸索 自己學這樣也花了 大概也花了兩三年的時間這樣子 慢慢的疫情過後就是生意有比較穩定一點點 然後因為那時候是想說 收給自己的家人吃嘛 所以用的材料都會稍微比較好一點 比如說用台灣就是沒有噴農藥的小麥 台灣的海鹽 然後我們恆春半島 在地就是無毒或有機的蔬果這樣子 對 在材料的選擇上 除了是這次在地的農業 也是為到環保的苦路 最多的是想要讓女兒子最好 最健康的 像它 周南的海鹽的話 因為它 它比較不是精緻的鹽巴 對 然後它的礦物質含量 會比較高一點這樣 所以它的風味會 跟一般的金鹽比起來 會稍微特殊一點 像台鹽的金鹽 主要是因為它現在都是從澳洲進口嘛 所以它的碳足跡會比較高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就盡量就用台灣在地的這樣子 對 再轉 好 自己拿 手了耶 成功了耶 好漂亮喔 再一片 轉這樣吧 轉這樣 你要去的還是出的 轉錯邊的 出的喔 好 寶寶你幫他放 還是很厲害啊 來幫你換你轉 平常除了做咪 它也的基板 是浪到油的體驗多長 讓人可以看到他們的用料 跟製造過程 來 哪 我今天比較輕鬆 像看 阿姨比較喜歡蛋液 這個用機器切的 對 用機器啊 對對對 好 來 謝謝 好 好 好 材料成本都貴好幾倍嘛 然後又因為 它是無添加的麵粉 就加上是蔬果麵 所以它在配料跟製作上 相對都是比較費工啊 跟工廠的比起來 所以相對的我的價格會 會稍微高一點 所以在推廣上會 一開始會覺得還 蠻難推的 因為大家會覺得 喔 這個麵好像不便宜 這樣 可是現在慢慢的 慢慢的就是 有越來越多的消費者 就是在了解我們用的材料 我們的心意 然後這個過程 費工的程度等 他們就會 比較願意接受這樣的價格 為完了到餐桌轉店的餐物 小朋友除了可以知道 事務的定規 也可以吃到天然好吃的菜經麵 潘平原神心利用在地的食材 製作出浪漫好吃的菜經麵 讓吃到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幸福 記者班家營才訪報道 親愛的鄉親和朋友大家好 我是永媽市長 黃敏惠 嘉義大夫 水情嚴峻 面對缺水遺跡 讓我們一起 從生活中解水 我們可以從澳澡改為淋浴 用擦車來代替洗車 洗手 搓揉香皂的時候 記得要先關水龍頭喔 洗米洗菜的水 還可以拿來澆花 養成良好的解水習慣 接水省荷包喔 水寶墻 其中一個御ala 醒若